欢迎进入由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的相遇的夏天 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 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 欢迎各位收看优酷相遇的夏天 本节目由用心配才对味的蜜水柠檬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我们所有观察团的成员 我们是 彭相遇 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所以我们也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复盘一下下前面的一些小剧情 我们有一些谐音梗的小问题 妈呀 这么难的 做个笔记 杨朔之旅 银得临时换组到了速回从之 从另外一组的视角看 是什么 答一成语 不懂 峰回路转吗 德不偿失 此地无垠 你怎么这么聪明 你脑回路转 好 来 风风连续多日没有收到信 再次收到纯纯的信 从回路转 厉害 再来一个 曾顺希多次磕错CP的心情打一个 脑子有病 曾顺希 曾顺希 稀里糊涂 激巴烂 顺希万变 顺希万变 对 顺希万变 哎呀 真的啊 第四期的晚餐 杨哥开始 开导纠结的纯纯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打一成语 歌 听你歌的 歌舞 歌着舞 怎么联系 杨哥开导纯纯 杨开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三杨开泰 各 各输几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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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 杨哥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是这样的 对 其实今天在我们要看这一期 他们的故事发展之前 要跟我们所有的观察员说 这一期他们是在告白前的 最后一天的相处 也是最后一次写信的机会 大家比较期待谁 你觉得他在这一段旅程当中 也许能弥补一些些遗憾的 灵灵 灵灵跟迪迪 有没有可能灵灵还有一把劲 跟纯纯 没有可能 可心吧 我觉得可心会有所调整 起码 我还想看那个 海灵 海灵跟 灵德 有没有更刺激的发展 我们直接来看 来 好漂亮 天哪 可心 哎 他写词了 有灵感了 对 趁机写首歌 啊 谁啊 灵灵 肯定是灵灵 啊 他在叫什么 灵灵 为什么 你要干嘛 灵灵 空跳房可舒服了 我一会儿跟Cindy出去 我知道 最后一天 和我的 欧姬室友 出去冲个浪漫 要离别了 每个人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女生 真的可以记一辈子吧 我们心里面 不管是什么感情 哇 你知道今天早上那种多晒吗 我是真的心 哎 这是不是好啊 这怎么办 快 你打开 你开开就好 女生之间相处 还真的是蛮和谐的 这熟了吗 没有 我来看 那怎么办 才能让她说 我知道 等我一下 别气 真把火调小一点点 我昨天跟可欣聊了一下 怎么样 对 我觉得压迫感很强 她太强 就是 着急了 我会觉得有点 我个人的感觉是 迪迪和可欣 现在对于他们俩关系的 一个静度和速度 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 其实就是快了一点 你知道吗 昨天我在船上 跟可欣坐在一起吗 我下船的时候 我就很想跟你分享 我就觉得她 很严重的上头 她环顾了一向四周 她在幻想 跟你的美好未来 真的 好好好 妈呀 而且都告诉别人了 对 就是 我跟你的美好未来 告诉所有 到处宣告天下嘛 所以整个身边人 都觉得这个是 不可撼动的一段关系 所以她现在属于 失恋状态吗 非常 还没练上 已经失恋了 对 我倒想听她跟杨哥 可不可以聊一点东西出来 哈喽 静静静 在忙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 过来找你聊聊天 行 赶紧坐着待会儿 那行 因为我看你 昨天大家玩的时候 感觉你 有点情绪 有点荡波为啥 想过来找你聊聊天 哎 杨哥真好 杨哥太好了 就是 因为大家在那儿玩 我觉得是 你还跟大家 挺融入的 但是我突然 我有几次看到你 然后你都在那个边上 没有 嗯 对 我觉得是 在这半月呢 看到那 一个 启 发 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